一天一次全餐 重點就是白天 沒有吃到X類的食物 你只有在晚上使用一次你的胰臟 胰島素 糖尿病高血壓跟高血脂 傷害性最大就是糖尿病 糖尿病怎麼傷害呢 那些糖會連住我們的微血管的內膜 所以我們血管到處都會脆化 所以如果光是這樣子做 對你的全身的血管 雖然我們擔心腦中風 心肌梗塞 等於是這個好處是很大 那有一個病人他糖化血色素在8點多 所以他也不太想吃藥 然後聽說我這個方法呢 他就做了三個月左右的一天一次全餐 然後我再給他驗那個糖化血色素 竟然可以掉到6點多 就是接下來這個moment 晚餐的時刻 有多隨便吃 我跟你講 小黃瓜 小黃瓜 那個是豬皮嗎 那個 那肉也有 其實還有放一些像巧克力蛋糕啊 或什麼的 這沒有禁忌嗎 沒有地雷嗎 因為是全餐啦 所謂全餐就是全面性的 各種食物都有 所以它的糖分 它的那個分解 是持其比落的 不像你在白天吃單一的糖分的食物 它就一條線上來的 所以你吃其比落的時候的糖分是OK的 家裡就爆爆發 各位分享音樂集發 大家好 我是盈婷 我們節目過去呢 分享了很多的健康飲食的方式 也獲得很多觀眾朋友的反饋 他們覺得終於找到一個 我相對做得到的 而且我可以得到健康 同時我可以改善自己的體態 舉凡像我們之前說 168斷食法 或是透過好喝的綠拿鐵 調整自己的身體 又或者是211餐盤啊 各種的方式 其實大家慢慢也覺得說 飲食真的很重要 那在今天呢 我們再來分享一個 可能你過去比較沒有接觸到的 一個飲食的新方式 它的主要目標是 讓我們可以延年益壽 讓我們的身體器官 也可以調養生息 但是內心不受到委屈 你也可以做得到 同時如果你有糖尿病前期 甚至有機會逆轉嗎 我們好好研究一下 這個全新的飲食方式 邀請到今天我們的專家達人好朋友 也就是我們未來健康研究院的院長 方世青 方醫師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基本上方醫師是神經內科 很專業的醫師 謝謝 所以我們剛剛講的這個飲食法 其實就醫師的角度 他也有很多的驗證 這個飲食方法叫做一次全餐法 聽起來很厲害 一次全餐 白話文就是一天只吃一餐嗎 等一下好好研究它一下 但先讓我們知道一下 它有什麼樣的好處呢 一天一次全餐 重點就是白天啊 沒有吃到澱粉類的食物 包含糖類嘛 澱粉類 那其實吃一點點零食不是澱粉類的 是ok啦 那所以強調是晚上一次 一天一次 隨便你吃的全餐法 隨便你吃這句話 我從來沒聽過 可以隨便我吃 是因為這樣的好處就是 你只有在晚上使用一次你的胰臟 胰島素 所以你白天都沒有用到你的胰島素 晚上只用一次胰島素 像我們的胰臟是沒辦法服務這麼多次 因為我們本來設計呢 不會吃到那麼多糖類 所以我們一天如果只吃一次 那個有糖分的東西 胰島素就會省著用 那有一些呢 有家庭有那種糖尿病的遺傳的人 更需要這樣做 那有一個病人呢他糖化血色素在八點多 所以他也不太想吃藥 然後聽說我這個方法呢 他就做了三個月左右的一天一次全餐 那我再給他驗那個糖化血色素啊 竟然可以掉到六點多 所以本來是糖尿病的前期喔 即將要變成 這樣這個剛才已經算是糖尿病前期 對已經是糖尿病的前期 那你說他三個月真的認真的執行一次全餐 所以尤其像我媽媽有一點糖尿病的 這個問題啊 所以像我們有這種遺傳性的家族性的人啊 更需要呢 省著用胰島素 省著用胰島素 所以啊其實一次全餐的好處啊 我們可以幫大家一一的了解 像什麼樣的好處呢 第一個就是剛剛你說那個病患 他的那個血糖至少已經恢復正常 也變穩定了 是根據研究 如果你早上吃一些有糖分的早餐 很容易有糖分嘛 像那個麵包啊包子饅頭啊 都是或者是什麼這個稀釋的就就是麵包 饅頭稀飯 這些東西都是屬於高GI的糖分起的很快的 對那這種早餐的一整天的糖分啊 就會非常的不穩定 對因為大家不要誤會 不是說咖啡不加糖那個糖喔 我們現在說說你吃進的澱粉 他轉化成糖 對那我們早上希望不要再看到你好不好 早上不要出現在我的生活裡 因為我要穩定我的血糖才能得到健康的好處嘛 那一次全餐第二個好處就是長壽 對 真的假的 為什麼會長壽 這很奇怪 有一個研究是這樣子 這個是在去年齁 Science的一個文章 這文章也是蠻嚇人的喔 一般的老鼠大概可以活30個月左右啊 那如果你一天齁 你給他七成的熱量 七成的熱量 好 限制他飲食的熱量 但是隨便他吃啦 那他可以嚴壽 他可以增加一成左右的壽命 可是同樣的老鼠齁 你如果給他也是七成的熱量 但是限制他 一天只能吃兩個小時啊 時間內把他完成 就竟然可以多活了三成五的 那個35%的壽命 你就說從30個月的老鼠啊 一般平均的那個壽命 會活到50個月啊 快double耶 結果吃七成一餐 就活到多了35% 那有人做的更極端喔 給老鼠吃一半的飲食的量 那竟然可以多活快50% 所以呢 少吃一半多活一半 在老鼠上是有實現的 真的 這是最省錢的常壽方法 就是少吃一點 對 但是這個研究特別告訴你 一天只吃一餐的人啊 就老鼠嘛 兩個小時啊 竟然可以 一天隨便他吃的老鼠 再增加這麼多比例的壽命 對 因為這樣看起來 他增加壽命幾乎快double了嘛 好像30個月變50個月 對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那這樣 同樣都是少七成啊 都是吃七成的食物 為什麼光整天吃的跟一天一餐的 會差這麼多的壽命啊 原來啊 我們吃東西啊 是我們的基因活動 這個最頻繁的時候 吃東西很耗能的很麻煩的 所以我們的細胞啊 要做很多事情的 所以呢 那個基因啊 就會做很多事啊 做很多事呢 它就會提早呢 要換細胞 所以一般來講 從這個研究他有繼續做 像這一組老鼠整天吃的呢 這個 這個大概用到 14%的基因活動 假設是這樣 假設一天只吃一餐的喔 兩個小時的 對 他只用到4%的基因活動 所以省了10%左右的基因活動呢 他的細胞就可以活久一點 活久一點呢 他就 這個 因為細胞的總數啊 假設我們以人類來講 50個50代的細胞總數 是固定的 你每一代都多活久一點 那就變得比較長瘦了 拉長你的壽命 然後還有第三個好處 是預防癌症 那一樣啊 那癌症是怎麼來的 你知道我們細胞喔 大概比如說 一兩年要換一個細胞的話 那在換細胞的過程喔 等於所有的基因要 那個複製一變 對 然後這麼長的基因 複製的時候 會容易出錯 所以如果我們減少 它複製的次數 我們就減少累積 它出錯的機會 所以癌細胞就可以 一個概念這樣理解就是 它累積了太多 基因的複製的錯誤 錯誤到它變成一個 不正常的細胞 那你今天既然可以 嘗嘗嘗的秘訣 就在於 減少細胞的複製吧 對 所以你就可以減少 這個錯誤的發生 喔 所以癌症發生機率 會被降低 嗯 因為它沒有什麼機會再發生 如果是已經癌症病患的 正在進行治療的人 他也可以一次全餐嗎 如果 在這個 這個少 這個 少食 食物減少 對癌症本身是有幫忙的 可是呢 癌細胞很壞 它常常會讓病人得到一個叫做 惡性體質 所以它就是代謝變異常 或者是不吃不喝 所以 有三成左右癌症病人會 營養不夠 會很瘦 然後甚至因為這樣走掉 因為很多人都說 癌症你就需要更大體力 去對抗癌細胞 對 很多人說我反而應該要多吃 所以這有點矛盾 所以你在少食的時候 是可以減少預防癌症 對 但是這個已經得癌症的人 這個 還是能夠吃就盡量吃 因為癌性體質 而惡性體質呢 不太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一次全餐 對於代謝性疾病 對於你的壽命 對於得癌症 一舉三得 就是你的器官被你使用率越低 對 就慢慢可以用更久 對 那如果也知道好處 那我要怎麼樣 可以貫徹執行 所謂的一次全餐呢 執行上面會不會很困難 您會建議怎麼開始 OK 就是先從早餐 早餐可以先省掉 因為早餐呢 老實說 身體早就把你準備好了 所以你早上的血糖呢 常常都比睡覺前的血糖高 這是我們的生理上的一個特性 那因為那個睡覺中 在半夜的時候呢 我們身體裡面的殼體松 一個荷爾蒙 它就會把肝糖 轉換成早上的血糖 所以就可以從早上 先省掉再說 減少參數 對 日少早餐先做 早餐先做 這有點類似 我熟悉的168啦 有點類似 那就是減少一餐 試一餐 減少第二餐 再給你拍拍手 這樣子的概念 那我就是一天一次全餐 這是我最重目標 就是我可能早餐不吃了 你剛剛說的 先至少早餐不吃 再來慢慢的午餐不吃 我就只專心的 好好的享受我的晚餐 問題就是這樣啦 醫師 我不是要吐槽你喔 我做不到 我中午就會餓 餓了我就心情不愉快 我日子就過不下去耶 怎麼辦 所以中午這一餐 是比較考驗的 有人譬如說睡得完 可能10點才起床 所以他早餐沒吃也沒差 但是中午沒吃齁 在身體上跟心理上 都是一個考驗 我過不去 那我們就要這樣子做 首先呢 中午要早事忙 你有時候一忙起來 你中午會忘記吃啊 對不對 給自己工作 所以別人去吃中餐的時候 你要安排自己的工作 所以第一個要有事情忙 所以如果有人跟你約說 我們什麼時候開會 說午餐的時候開會 對 大家不要吃午餐 在做的時候 你會忘記吃中餐 如果你跟別人出去吃中餐 你沒吃很奇怪啊 對啊 這在精神上齁 你就先安排事情 你也可以用一點那個 一些替代的食物 只要不是 澱粉類的就可以了 所以你的一天一次全餐 不是說你前面都不准吃東西喔 就算半餐也可以啊 所以我有替代方案 所謂替代方案是可以吃什麼 就是一些沒有澱粉類的 最簡單的就是 茶葉蛋啊 白煮蛋啊 那也可以買一小包的堅果啊 人家都綜合堅果一小包啊 你是說我中午餓到受不了 凍不住 快要發抖就吃他們 對 這樣我沒有破功喔 不會啊 我這樣還算是一次全餐 半餐呢 就是以沒有澱粉類為主 嗯 蛋白質類的嘛 堅果類的 對 你要來一盤牛肉也可以啊 因為它不是澱粉 它不是澱粉 現在就是不要這個討厭澱粉 太早進入我們的生活 晚上再來就好 晚上才能夠來 所以我吃個牛排也沒關係 那這樣子我 我覺得很容易做到 突然間覺得鬆一口氣了對不對 所以就是說 如果你真的餓了受不了 當然盡量讓自己 早上那一餐 中午那一餐盡量不吃 但是如果真的非得吃的話 蛋啊 我可以吃幾顆 我如果吃到10顆咧 才有飽足感呢 是啊 蛋是很有飽足感的 但你會擔心吃10顆蛋有問題嗎 我怕膽固醇會不會膽固太多 事實上齁 我們膽固醇呢 這個是我們肝臟自己製造出來的 所以跟你吃多少蛋是沒有關係的 所以無所謂 你就吃吧 就是我們重點要得到 晚上的那一頓 讓我長壽的那一餐嗎 沒有錯 所以你要吃堅果 那很多這個專家也建議說 堅果不要吃太多 還是會胖啊 一天一把 那一把我就是沒有飽足感 我多吃也還好嗎 所以你要吃賣一點啊 配合一些水跟茶 那你有飽足感 你不能靠那些份量 幾顆堅果就把你的胃撐大 你只要有水 有一顆茶葉蛋 或兩顆茶葉蛋 那再加一包堅果 其實是很豐盛的 因為中午那一餐呢 只是讓你覺得你有吃東西 胃裡面有東西 對 那你就會更感恩讚嘆 晚上你要迎接的那一餐 隨你吃 等一下讓大家看有多隨你吃 那還有第二個重點 就是如果真的要執行的話 BMI也是很重要 對不對 因為有些已經比較瘦了 那你瘦呢 你要再做這樣事情呢 你可能會擔心說體重太輕 對 可是大部分的人都是比較微胖 或比較胖一點的 那這個英國這個門診的這個診所 有做一個大規模的統計 他們認為發現 BMI在23的時候是最常瘦的 男女都這樣子 在75歲以前是這樣 那如果是老一點的人 到25 那會覺得23 25 這個比較胖一點嗎 我會覺得蠻胖的 因為我現在這樣大概19多吧 因為你還年輕 我跟你講如果你50歲以後 你還可以19 18 那也是很不容易的 是喔 所以一般這種統計呢 大概都是五六十歲以後 就是看他的這個壽命 跟他BMI值 對 我給大家參考一下 BMI23會是什麼樣的 這個狀況 因為我們同事真的認真的 算了起來 就如果你長是160公分的話 因為我們都知道BMI是 體重除以身高 換成米的平方嘛 所以呢 如果是160公分的人 BMI23就是大概59公斤 欸 蠻豐語的 然後在180公分 比較高個兒的話 也是74公斤喔 所以看起來感覺是 比較膽薄的 蓬蓬有點胖 你要講胖嗎 就是感覺比較豐育 其實齁 這是因為你年輕 會這樣覺得 到五六十歲以後 大部分大家都是 往這邊靠近 而且是超過的比較多 真的 像我大概是24左右 那上帝最重愛的體型 就是23 上帝最重愛 那你可以說英國人比較大隻嘛 我們東方年再少一點 所以21 24 23 大概就是我們的目標 對 因為這是英國的研究啦 他就是BMI落在23 會比較長瘦一點點 那我們做不到23 因為自己過不去 那我就靠近接近 往那個方向靠近這樣子 也可以啦 就是他是朝比較長瘦 好的方向去發展對不對 對 那我們剛剛講的 執行的第二個重點 就是我注意我的BMI 那還有第三個重點是什麼 我們一定會肚子餓嘛 如果你中餐都沒有吃的話 但是你不會從中午餓到晚上 對 你大部分都只餓兩個小時 也就12點到2點左右 因為到下午來的時候 下午的時候呢 你身體呢 有一個腎上腺素會來救援 所以你大概那兩個小時呢 比較難熬一點 你會覺得很虛啊 但如果你不吃東西的話 事實上你是不會低血糖的 那我們有時候餓齁 一方面如果都沒有喝水的話 你胃會收縮 你也會覺得不舒服 所以第一個水一定要夠 讓它有容量的感覺 那有時候是精神上 你覺得沒有吃東西 你很擔心 再來就是你偷吃東西 像如果我們吃了這個 血糖膏的這個單一食物 比如說一塊麵包啦 或者是這個巧克力啊 零食啊 或者是飲料 糖水啊 我們的血糖會馬上高 因為它很單一嘛 所以高起來之後 我們胰島素馬上就跑出來 這胰島素會讓這個血糖 拉到變成低血糖 這個低血糖喔 你就很不舒服 會覺得好像手要發抖 日子過不下去 對 很沮喪 尤其是你一整天都不吃的時候 你會心裡想說 吃一個麵包應該不為過吧 結果那個麵包呢 會讓你整個掉下來 血糖低到全身發抖 因為它就單一食物 而且它是澱粉 對 所以像有時候吃早餐 是吃這種類型的 稀飯啊 麵包啊 包子的人啊 常常你會看到 十一點就很餓了 因為血糖呢 這時候就會掉下來 這時候你就趕快去補充個什麼 什麼早午餐之類的 然後中餐又認真吃 那下午又吃個點心 那晚上又正常吃 校夜又來一次 一天總共有 一二三四五六 六次的胰島素要出來工作 那如果你這些全部都省了 早上就沒有吃 中午也沒有澱粉類的 純吃牛排 哦 好好命喔 中午就開始吃牛排 豬腳 是是是 雞排 烤全雞 沒有澱粉類的 那這個時候呢 胰島素也不會出來 所以我們這個是告訴你 不是完全不進食喔 如果是真的遇到 就是我們拒絕澱粉而已喔 我的血糖還是一片直的 我的胰島素還是不用上班喔 這個血糖喔 你不干擾他的時候 我們的血糖會維持恆定 我們有生糖素跟胰島素 會維持恆定 所以你這時候血糖就變得比較敏感 你整天都沒有去碰這個糖分的時候 你血糖穩定 那對血糖對胰島素 是有他的敏感性的 所以我覺得這中間啊 就是說午餐不是說完全不吃 你要吃就是沒有澱粉類的東西 然後再來就是喝水 喝水好重要喔 這樣說起來 因為我們剛剛有個很重要的重點 就是B&I我抓到了 然後我們也一定要撐住 撐住就是吃一些不影響我們的嘛 因為血糖還有胰島素不要都出來 血糖維持恆定 那我們如果可以撐住的話就是喝水 這個實做的原則 這個是怎麼怎麼個做法 你看喔 我們半夜的時候 我們身上的可體松 這種荷爾蒙 腎上腺的一個皮質素 他半夜的時候 他就準備把你叫醒了 他竟然要把你叫醒 他連早餐都把你準備好了 什麼你說我們身體已經幫我備好早餐了 對 不用自己準備早餐 不用因為他從肝臟裡面啊 把肝糖分解成血糖 所以早上的活力呢 就由他來幫你 對 所以一般來早上起來是不太會餓的 是沒有餓感的 而且血糖也是夠的 這時候你去好好的去上班 做決策性的 創作性的工作 到中午的時候你要撐過去 因為喔 這個可體松到中午的時候 他就要交班了 交班給下一棒 叫做腎上腺素 那這一棒跟這一棒中間會有一個落差 那就是要你好好的休息 以前你看原始人天氣很熱 他就在樹下休息 休息這一兩個小時 這時候你沒有吃東西 你繼續上班的時候 你會覺得有一點虛 不管是那個 這個精神上或生理上覺得虛 但是在兩點之後 他就會來幫你的 腎上腺素來的時候呢 你又來了一股活力 這股活力會到五六點 他才會慢慢下來 那你整天在比較餓的時候 有一個大老闆叫做食慾素 這幾年發現了一個神經細胞 在我們飢餓的時候 他會保持清醒 那到了晚上的時候 你一吃的時候 血糖一來 他馬上就休息 所以他一個人好睡覺 這個血糖就很重要 因為他對血糖很敏感 他就會想睡覺 吃飽想睡覺 但是如果你整天都在禁食的時候 你反而對糖分是不敏感的 除了浪費胰島素以外 食慾素他不敏感 所以這個整天沒有吃 晚上一吃呢 反而好睡 晚餐睡眠法 因為你的食慾素 就被我們控制在晚上 才會你吃東西 他才很明顯的降下來 那你一整天沒吃 所以你感覺那個降下來的 那個衝擊就會比較大 你就覺得吃飽了 睡覺 剛好就接到晚上九點過 或者坐席 對 所以你從六點就可以吃到九點 吃三個小時慢慢吃 那這時候的睡意一來的時候 你就要去睡 這邊早睡早起 所以這一次全餐 是我們自己的飲食搭配 其實我們身體已經幫我們準備好 早餐可體鬆 正在吃 吃到快要前幾週五已經快沒了 其實剩下血素要結殺 但是從頭到尾都有食慾素 所以中間很餓的時候 你剛說堅果 然後還有蛋 大量蛋也沒關係 水 水就讓它有容量 所以你胃會撐開 那大白質跟堅果 它在胃停留的時間都比較長 你也可以喝一匙那個油 一湯匙的油 有些養生不是會喝什麼 芝麻油什麼油 那些油你喝一茶匙 然後你會覺得更有飽食感 甚至有些觀眾會擔心說 那膽子如果一整天都沒有分泌 會不會膽結石 膽子不提就是分解油的 所以你倒油下去給它去忙 然後油來的時候 它就要分泌來分解那個油 所以如果你真的擔心說 我已經有膽結石了 我一整天都沒有吃 會不會我的膽子堵住我的膽道 造成結石 那你就喝一叉匙的油 那那個油膽子就要出來做事 這都還是沒有碰到那個澱粉類 晚上就澱粉類 對晚上就盡量吃 那中間的那個不要碰到澱粉類 那個因為是開放式 給大家自己決定 那就會有一點點小小的危險 我要怎麼判斷 除了蛋以外 你說不要澱粉類 我什麼都可以吃嗎 那有人說那可不可以 這個香蕉啊 好甜喔 對或者是這個番薯啊 馬鈴薯 馬鈴薯是澱粉不行 這些東西呢 它算是DGI的食物 就是說它的血糖上來是比較慢的 它不是那麼精緻的糖類 但是有些人吃了還是會不舒服 所以到底可不可以 你吃吃看就知道 如果你吃了像你這個吃了一根香蕉好了 結果你覺得兩個小時後你就更餓了 你甚至餓到發抖了 那代表說你對於這樣的糖分呢 你還是不習慣的 所以我們現在也沒有這麼嚴格說 都不准中間吃 而是我們中間要吃有用的東西 然後不破壞我們計畫的東西 所以就是沒澱粉 然後或者是你真的忍不住要吃甜的 水果啊香蕉啊 那你就實驗看看 那實驗看看就是不舒服就不能吃 所以有時候這段期間你會 最有考驗的就是中午啊 那有人說吃苦 這個像吃補嘛 苦心生就對了 真正的考驗就是中午這個階段 但是你如果換一個角度想 你一天裡面啊 你的養生啊 就在這個階段了 因為你看喔 你晚上吃東西 它是不是都存起來 它除成肝糖 甚至存成脂肪 早上已經把肝糖拿出來用了 中午下午這一個階段 它已經沒有肝糖可以用的 因為你沒有進進貨 它就必須要把脂肪拿出來用 它自己明明就有囤貨 還不拿出來 可惡的脂肪 所以晚上肝糖脂肪 然後早上肝糖下午脂肪 然後再加上一點點忍耐 養生用的 那這樣的設計是蠻完美的 所以整天就有一個節奏感 我們睡覺不是要有 這個固定睡眠的節奏感 對 然後我們這個日夜週期很明顯 那我們吃飯也要一個節奏感 所以例如綜合吃跟睡 一天裡面就有這種三拍感 第一拍就是早上要忙 對 做一些比較重要的決策 晚上呢 就好好吃啊 對好好吃好好睡 然後吃完就好好睡 對啊 所以忙吃睡 好有節奏喔 但我們今天這一集 我最興奮最期待 就是接下來這個moment 晚餐的時刻 有多隨便吃 我跟你講 方醫師自己本身就是很隨便吃 有多隨便吃 我們看一下 這是你的晚餐喔 就一整天我就迎來這一頓 我就等他對不對 結果你這是外面買的餛飩麵還是什麼 這個外送快送給的 有什麼 我也不知道什麼麵 有蛋啊 有肉啊 這是澱粉耶 那晚上 因為老婆常常忙嘛 所以他幫我準備了一些晚餐 那冬點西點 然後可能有什麼鴨血啊 鴨血吃喔 有湯 小黃瓜 小黃瓜 那是豬皮嗎 那個 那肉也有 這個 那個 嘴邊肉啊 不是不是 那個什麼皮啊 豬耳朵 那脆脆的 不是 我現在看到這一張照片 一個不可思議 就是那兩個是酒嗎 這啤酒是一定要有的 那酒喔 然後這是柚子酒啊 還混酒 對 然後在旁邊其實還有放一些 像巧克力蛋糕啊 或什麼的 可以吃這個喔 晚上的時候 我常常會把要吃的東西 先把它擺好 那讓你知道說 這個今天晚上的內容有哪些 比較好做規劃 你有時候為了要吃那個蛋糕啊 你就必須要留一點味嘛 所以已經看好了 都擺在桌上了 你才會做規劃說 那我待會要留一點 我先吃這個好了 而不是說 先把這個吃完 然後再吃完再吃完 我是習慣把它先擺好 這也有點儀式感啊 就是說我今天一整天 我都沒有讓自己亂 就這一餐了 就這一餐我就要亂吃 我就吃我自己想吃的 巧克力 天啊巧克力 這很多愛美女性 已經很久不碰這東西 晚餐可以吃喔 那我要來問喔 很多人說少碰一點精緻澱粉 如果我這個整餐 滿滿精緻澱粉 然後你連巧克力啊 糖啊那些都放上來 這沒有禁忌嗎 沒有地雷嗎 因為是全餐啊 所以全餐就是全面性的 各種食物都有 所以它的糖分喔 它的那個分解 是持其比落的 不像你在白天吃 單一的那個糖分的食物 整個標上來 它就一個一條線上來的 所以你持其比落的時候 的糖分是ok的 那我們的糖喔 是很寶貴的 有些人睡不著覺喔 不是會吃個宵夜嗎 對 因為血糖一旦上來以後啊 你的那個剛剛講那個食慾素啊 它就會馬上要叫你休息了 所以吃東西好睡覺 所以你如果裡面配一些巧克力啊 那種或者是那種甜食啊 其實在晚上吃是很ok的 這變助眠了耶 很助眠啊 因為尤其是你一整天都沒有吃的時候啊 你這個糖喔 對來講是很敏感的 是 所以非常好助眠 對 晚上甜食助眠法 這沒想到耶 好 跟我原本認知反差有點大 但你有沒有就是給大家一個建議 就睡前幾個小時 要完成你的晚餐 是的 因為如果你晚上喔 你說一整天都沒有吃啊 結果你就這個 胡倫吞澡吃一大堆 那吃一大堆你肚子很撐嘛 那你待會就要睡了 你肚子還是頂得鼓鼓的啊 不好睡嘛 那你有過這種經驗以後啊 你就不會敢吃這麼飽 所以再怎麼說齁 你大概如果一天照這樣 一天只是一餐齁 全餐齁齁 你大概只吃到七成的 平常的熱量而已 即使你已經吃到滿足了 對 你還可能是以前的七成的熱量 這樣就非常夠我們火了 而且是健康的火 像是很多長輩說 你少吃你的胃就會縮 你也吃不了 再多也塞不進去了 塞進去 你晚上就要受苦了 但我們現在一次全餐說實際 我們要得到好處 剛剛講那麼多 就是我先預防癌症 讓身體健康 得到長壽的目標 然後得到自己 其實剛剛還沒聊到 就是體態會變好 像醫師你自己本身 也已經執行一陣子了 大概執行半年了 半年 那你覺得體態變好 這件事有感嗎 一開始真的很明顯 大概你三個月齁 就會瘦四五公斤 那你都沒有做任何的這個什麼運動啊 什麼的 你就是照這樣的規則去做 就四五公斤就會到位 接下來就維持在四五公斤那裡 就不會再一直掉下去 不會 也不會一直掉 因為 因為你久還是照 你的得到一個新的平衡 得到一個新的平衡 所以其實這個飲食法 我覺得它有點像是抓到你的作息 然後我們知道身體是一部機器 它什麼時間點什麼東西要怎麼運作 我們希望減少誰工作 就是胰島素 你給我掃出來活動 然後呢就是我們希望什麼東西燒掉 脂肪你給我個燒掉 就把我們要的東西 跟我們不要去做一個分配 然後就搭配作息 讓它變成習慣 你不覺得這樣的方法 完全是符合啊 我們身體本來的設計啊 我們一個原始人在野外 然後在那邊奔跑啊 生活啊 他一天大概只吃一餐啊 然後呢 他胰島素就是用那麼一次啊 對 然後這個吃完就睡覺啊 都非常符合原始人的生活方式 那還有一件事 一開始我們講到 我們希望透過這樣子的一次全餐 讓我們一天身體有一些休養作息 同時如果有糖尿病前期可以控制 但是我們剛剛已經講到 少吃這件事情 會不會對於要控制血糖的人 會比較不利啊 如果說你已經是第一型糖尿病 就以上已經很差了 需要打胰島素的 或者說你已經是周末期的糖尿病的患者 接近要打胰島素的人 那代表什麼意思呢 他的胰臟齁 我們胰島素是要降血糖對不對 對 有一個叫生糖素 對 他是要生血糖的 那胰臟如果不好齁 這兩個都可能不好 對 所以他血糖也升不上來 所以他一整天呢 如果不吃東西啊 他血糖會掉 掉到不夠 對 那像這樣已經週末期了 或已經在打胰島素的糖尿病患者 就不適合 或者說體重已經太輕的人 或者是年紀太大的人 那些都不適合 至於說青少年啊 懷孕的人啊 那些人根本就怎麼吃都好啊 我現在講的這個很適合就是 像我這樣的中年人 中年人50歲以上的人 然後用這種方法來 來省錢好了 來保持健康 財富自由 把錢省下來 因為吃一餐的真的很省錢 真的 而且很省麻煩 你知道準備食物是多麻煩的事情 省錢 省時間 那工作時間比較多 那整天就有一個節奏感 那又可以莫名其妙的做到 剛剛講的代謝性疾病 長瘦跟癌症的問題 得到養生 不小心又得到身體的好處 然後又不小心體態變好 不小心又存了錢 就是怎麼不小心得到 那麼多好處的概念 是因為不用想的太複雜了 只要過得像原始人一樣就可以了 對 但是很多人說 啊我好像這個作息 跟方醫師不太一樣 我如果把我的一天的 那一次的全餐移到中午 它還會有效果嗎 有人就說像一些生侶啊 都過午不死啊 對 那他們是因為早上去化園 這個下午再去化園 就不好意思了 所以呢 他們是因為生活的環境 那你中午如果吃太多 就第一個 你下午就昏昏欲睡了 那你下午就完蛋了 那第二個呢 你晚上餓肚子 餓肚子是很難睡的 所以這樣子的作息 跟食欲素 一個搞這個 跟清醒最有關的這個細胞 叫食欲素細胞 然後是相反的 所以會破壞你的日夜週期 所以這樣說起來的話 我們還是希望養成是對的作息 晚上就該睡覺 你如果中午啊 開始酒啊 巧克力啊 下午你就毀了 然後反而晚上你那一次 因為你全餐已經用掉了 機會已經用掉了 你只剩命運 就是面對餓肚子還要睡覺 那就太煎熬了 那我們剛剛講到說 他對身體有些長壽的好處 他對其他器官呢 像血管啊 會不會也有些好處 當然我們這個 像山膏裡面喔 糖尿病高血壓跟高血脂 那個傷害性最大就是糖尿病 第二個是高血壓 短固醇是最沒有傷害的 然後糖尿病呢 怎麼傷害呢 那些糖會連住我們的微血管的內膜 所以我們血管到處都會脆化 所以如果光是這樣子做 你看喔 白天都沒有碰到胰島素的 這個使用 那你的糖呢 也就沒有進來嘛 對 你體內的糖呢 這個不會去脆化你的微血管 所以他對你的全身的血管 所以我們擔心腦中風啊 心肌梗塞啊 等於是這個好處是很大的 所以其實連對血管都是有好處的喔 不是我們剛剛說 只是逆轉糖尿病這件事情而已 就前期你不要發生啦 然後還有就是不要讓身體有機會出錯 然後發生癌症 這些都是好處很多對不對 然後還是太喜歡的 即興是太大的